大家好,我們是DFC成熟透團結 這次的報告中我們會介紹我們做DFC時的感想 講一下DFC的困難部分還有嘲笑的部分 我們現在就在這邊分享 我們遇到的問題是廁所太抽 常常很多人都不太敢去上廁所 就算去人也會不太需要 所以常常會有電腦在地上 所以我們要把廁所變乾淨 讓學弟學妹們有更好的環境 這是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這是我組的 這是我們班導師配音導師 我們在做的過程都把它拍下來了 我們以為一開始做DFC的時候 可以一下子就完成 但是做了才發現其實很難做 我們一開始 我跑去了Sogo去拿香水片 就拿了一大碟 然後那個店員就一直凍過 然後我就跑走了 但是發現 香水一下子就沒味道 所以就我們不喜歡香水 所以我們利用咖啡沙植物 茶包和檸檬 那讓我們覺得很麻煩 但是為了讓大家有美好的環境 所以我們就 只好認真的做好我們的練 這個是咖啡沙 它可以除錯了又可以當作肥料 這是一級舒服的 可是 這是茶包我們一開始想用的方法 就是因為太貴的成本又太高 又沒味道 所以我們最後不使用 這個是迷迭香 然後我們種的時候 一開始就是去植物店買了很多東西 而且我們還跟店員殺價說可以便宜一點 然後這個是檸檬 雖然那個也是潤頭 但是一樣成本太高了 經過討論後 我們到了咖啡店去拿一瓶咖啡袋 因為它成本很低 所以又不用錢 所以我們用了咖啡沙可以去除臭味 這個方法很棒 所以我們覺得利用咖啡沙是可以的 後面我們還發現了 米蝶小米蝶也可以去除那個尿垢的味道 而且還可以美化環境 大家種植物之前 我們遇到了一些事情 有些用苗太貴了 我們就去跟老闆說 你怎麼那麼漂亮 那其實沒有很漂亮 然後老闆就給我們打嗝了 又送我們一盆迷迭香 感覺很有趣 接著我們就像我看到 檸檬和草叭也可以除臭 但是那個太貴了 所以我們決定用迷迭香還有咖啡沙 來改善學校的廁所臭味 這是我們那個實體做的情況 就是我們到廁所去放一些咖啡沙 讓它那個味道沒有那麼重 這是我們去收集的東西 因為這個我們種植的植物 下面要放那個盆栽 但是盆栽也要錢啊 所以我們就利用牛奶罐 下面把它裝植物 但是有一些還有點死掉 然後這一張照片是 老闆娘 去殺家的老闆娘 然後我們認真的在看迷迭香 然後這我們還有去用一些 豆漿罐啊 牛奶瓶罐 然後這是我們做失敗的植物 然後 然後 跑出我們做失敗的植物 然後現在倒不掉了 這樣 之後我們就在這邊說明一下 我們做的成果 因為後面我們 迷迭香不是死掉嗎 所以呢 所以我們還有第二個T的方案 就是一直放一些咖啡沙 好笑喔 你叫我贊接鞋啊